大家好,本人是庄谨证医生,在湾区行医有32年了 我的专科是脊椎治疗 这32年来,我有看了超过10万的病患者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的主题是讲讲脊椎骨治疗,跟颈椎、腰椎、胸椎是怎么样去治它的 很多人在社会上,工作也好,上学也好,经常会腰椎、颈椎疼痛,对不对 那疼痛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呢 那我们下面来讲讲,我有几个例子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讲讲三个例子 我们先讲第一个例子吧 这个例子呢,是在一个牧师 它是一个教会的牧师 他呢,有一天来,那我诊所啊 他的颈椎特别僵硬 而且他进来的时候,颈椎是这样的 拉不止了,而且手呢,发麻 那经过我详细跟他聊天之后 原来他呢,是教会里面的一个牧师 他好几年前也有过这样的类似的问题 那去看了很多医生 打了针,吃了很多这种松肌肉的药 而且脊椎也吃了不少 都没有好 最后去看了一个脊椎骨医生 诶,他说,两次哦 两次就马上好了 颈椎也直了,手也不满了 可是这次呢,又发作了 六年后了 可是他找不到那个脊椎骨医生了 退休了 才来找到我 他是非常的这种 有一种very he's very cautious 他说,我找不到我以前那样脊椎骨医生 我不知道你行不行啊 可是我知道 如果我回去找西医的话 肯定会给我吃松筋药 或是给我吃止痛药 我不想再吃那些药 因为我知道脊椎骨调症 是最好的方式 那他在半信半疑之下呢 就找到一个陌生的医生了 那我就特别 因为他是牧师 那我想呢 就好好跟他解释一下 我们每一个过程的治疗方式 做个检查 做个X光 他的颈三颈四 你不是医生你都能摸得出 特别特别的歪 是往右的 那 他治完之后 他就站起来 他还是摸着他的脖子嘛 因为他是侧一边的嘛 我说你放手吧 你试试看吧 他就非常非常感动 非常非常感激了 他脖子是直的出去 这是脊椎骨的一次性 能把那个脊椎的错位调整 而且这种故事太多了 不只是我的诊所 很多脊椎骨治疗专科的诊所 都有同类似的故事 脊椎骨错位 就是要考脊椎骨 正骨 吃药 松根药 止痛药 只能暂时的缓解 不能把它给治好它的根 还有一个呢 是一个蒙古人 这个是从北方大汉吧 他是最近的一个病人 我相信他有250磅吧 很高 6 feet 210 pounds 他进来 他太太特别还小 他握着他太太的肩膀走进来 因为他腰非常痛 他是做开种Uber 所以长期呢 坐着 一天十几个小时 进来的时候 很明显的 他的腰椎盘突出 脚发麻 不能直 不能站直 就是一直这样往前弯 他呢 我就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因为他的动作 每一小小的动作 就能产生到一种 非常激烈的痛 所以坐了一个小时之后 我就帮他做轻微的牵连 然后帮他正骨挑正 第一次根本没有效 他站起来还是这么痛 回去的时候 我叫他不要灰心 你这种呢是叫 Hot Dis 现在不只是说把腰椎挑回去 你要想想看 这种腰椎盘突出来的时候 还有疼痛 还有肿 还有这些鱼血都堆在里面 很难就能马上给他消 可是他第二天回来就好了百分之十 第三天百分之四十 就慢慢慢慢 一个月后 他就能站着走回去 他就开始可以开车了 很多病人呢 想 诶 进来我痛 你要马上给我治好 那你去吃止痛药吧 止痛药可以给你马上马目 可能感觉到诶不痛了 可是止痛药只是能引遮你的真正的问题 对啊 止痛药 强的止痛药 可以马上好哦 两个小时后 诶不痛了哦 可是问题还在 脊椎骨医生呢 是要查出你的因素 然后把那个问题解决了 虽然时间有时候会长 可能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甚至一个月 可是那个问题能解决掉 可能还有一个 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就想讲另外一个 就是 比较 It's closer to my heart 因为是我的姐姐 我的亲姐姐 她是一个老师 在Fremont教书的 我也问过她 她说我可以 把她的病历跟大家分享 她呢 就喜欢清洁房子啊 特别喜欢打扫卫生啊 有一天 她搬家里的柜子的时候 她腰骨就 开始痛得不得了了 去看了很多医生 之后 开始的医生说 没办法要开刀 她腰椎盘 突出 11个MM 要开刀了 然后我叫她 你这样吧 暂时不要去开刀 让我试一下吧 11个MM 非常严重了 脚也麻 开始也为缩了 可是她是我姐姐嘛 我知道开刀的话 成功率不多 也不高 所以我就试了 试了一年 一年 最后我们去 照第二次的MRI 她记得是 11个MM 一年后的 经过一年的调整 最后是0 所以脊椎骨治疗 是有效 可是有些人呢 像那个牧师一样 一次就见效 有些人像我姐姐一样 要一年 谢谢大家 下集呢 我们要讲讲 腰椎盘突出 怎么样去治疗她 好 下次见